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Beyond KOL 的 Terence 今天就很开心 找了另一位朋友 他就是Goria Goria在多伦多 在加拿大做了 Tax Accountant 为什么会找他上来呢 就是之前几次 我找了另一个朋友 Terence Chan 说了很多税务的问题 例如如何处理一些海外的资产 之类之类的东西 收到很多网民的反应 就是说那些是海外的资产 或者海外的投资币 但是很多人 都有供NPF 究竟NPF 应该如何处理呢 因为收了不少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找Goria 上来帮大家 澄清一些概念 谢谢Goria 我不用了 那我就直接入题了 Goria 根据上次Terence Chan 讲一些基本的规定 就是说 如果你在海外的资产 无论你在香港也好 或者其他的地方也好 如果那个Lum sum 加起来是多过10万元的话 你就要申报 是吧 那就说 第一个很简单的Case 就是说 如果我离开了香港之后 那我就过来加拿大 就是成为了加拿大的Tax Residence 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它是怎样报的呢 或者它是怎样打税的呢 好的 谢谢Terence 主要NPF 和普通一个 我们叫做在香港的投资户口主义的分别 是在税局的guide line 它的definition的定义 是NPF 是一个pension nature的收入来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过来 当你成为加拿大税务居民之后 如果你收到NPF的 那个withdraw的那笔钱 税局的guide line 就是说 它界定这笔钱 是一个pension的income 就不是一个investment income 好的 如果在报税上面 就是说如果你不withdraw 譬如我现在40岁来 我一直都不withdraw 所以我到了60岁 我才开始withdraw 就是我需要retirement income 那20年里面 那要报些什么呢 在那20年里面 需不需要付什么税 或者怎么样的 我明白的是 在海外资产申报表 就是上次Terence所提到的 TJ35的表 那里面需要申报 去告诉加拿大税局 你是持有一个NPF account在海外的 那这个是一定要的 但是如果 好像Terence那样说 如果现在我不拿出来的 那是理论上 是不会有任何的税务的 taxification会产生的 until到你withdraw OK 那即是到我withdraw的时候 每了一毫子 或者每了一元 那一元就成为了 pension income 就要打税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如果你60岁之后 那你先拿 增加香港政府的regulation 的话呢 那你就拿多少 那就当做pension income 那有一样东西 就是对于我来说 一个普通人来说 我就觉得 不是很fair的 就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investment account 这样才算 那你来之前 譬如我存了三百万 这样才算 或者一百万 这样才算 我存了那一百万之后 那一百万 其实应该是不需要打税的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investment account 是一百万之后的capital gain 和它的一些dividend 所谓的generate income 才要给税的嘛 那但是如果我放个mpf account 我未来之前 我又是存了一百万 那我拿的时候 是每一毫子 连那一百万本金本身 都要给税 那其实就是很不公平 因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我存了一些钱 在investment account 和我放一些钱 在那个mpf 里面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都是一样的 都是存了一块钱在那里 那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会不会有些不公平的情况呢 你觉得 很多客人都有说过 都挺不公平的 那就是honesty 始终都是加拿大的税公 有他们自己的regulation 那我想我说 你主要他们的界定 那个定义 为什么这么分呢 通常如果你普通一个投资户口 通常你大部分 都会拿你的take home pay 就是你的paycheck 那笔数才再投资的嘛 那比如在local的 可能你会等我 TSFA 或者等我RSP 做investment 那但是在香港的 它界定 因为mpf 本身是一个pre-tax income 就是在香港这笔钱 是未tax的 那所以为什么 它加拿大税局的定义 这笔钱 mpf 就不可以当 treat as the same as investment account ok 就是最主要的nature 不同 一个是investment 的account 一个是pension 的account 所以变成 那个在税上的treatment 就完全不同了 没错了 那好了 我想问一件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想转过来 ok 如果我不想这样 我想转过来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做的呢 那通常呢 如果真的 in case 我真的要拿了 你特别是 要withdraw 我真的移民了 那这样的时候 通常他们 就会是要去 香港的民政事务部署 做宣誓啦 那做完宣誓之后呢 就可以用 拿着这些文件 去mpf的公司 去申请 它的cancelation 那当它拿那一年呢 都有办法 是税局都anow 如果你是那一年 是拿一个lum sum pension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个option 是roll回来 一个local的 register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我们叫做rsp 那它就是一个 叫做one time的roll over 那你就可以享受到 一个deferred tax benefit的作用 所以整笔钱都打了收入 ok 那我想问 那其实就因为呢 简单来说 rsp就是你要做工 才有个rsp room 即是你的rsp room 就是根据你去年的收入 若干的percentage 有个rsp room 那新来的移民 那它没有做过事 那它没有 理论上没有rsp room 它怎样可以roll 到rsp那里呢 那通常呢 税局就有一个regulation 就是 它allow一個lum sum pension 可以roll over 但是呢 前提呢就是要 復辨几个condition的 第一呢 首先它的foreign pension 是一定要在海外做事的时候 所赚到的pension income 这个是第一个condition 要复达的 第二呢 就是它拿这个pension 是要有一个lum sum的 不是一个continuous 一个annuity的形式 拿这笔钱出来的 那第三样呢 就是它如果要roll下去 rsp的时候 一定要在它同一年的taxation year 所谓同一年的taxation year 计算呢 通常就会计算的 例如我2022年 我拿了这一笔的NPF 出来的 我批2023年的2月28日之前 我就要去roll下去 rsp account 而最后一个condition 就是你报税的时候 可能要和你的accountant 那里mention 这一笔 是一个lum sum pension income 当你的accountant 帮你报税的时候 有一个schedule 7 你要去填 去告诉税局 这一笔的rsp 是一个lum sum pension roll下去 而不是用它 你本身的rsp 的contribution room 那它当你一告诉它 这一笔是transfer的rsp 它就会知道 是不会去计算你 有没有rsp的contribution room 去处理这个deduction 哦 明白 即是说其实 就算你没有做事 没有rsp room 都可以roll过来 是的 但是就一次要一笔 不可以分几次 包括你收的时候 或者是你摆到rsp的时候 明白 好 那我就想搞清楚 一点点的概念 例如你所说 我就在香港 NPF 例如是5万元加币 这样才算 那我就将这5万元 就直接roll到rsp那里 这样 这样 然后呢 所有东西的申请都成功了 可以放在rsp币那里 这样 那 在税务上面 有些什么 留意的地方 是否有好处呢 即是是不是这5万元 完全是 不用付税的呢 那如果你在 就先所说到 如果你是那一年 你是withdraw出来的 那你就有5万元的pension income的收入 那如果在同一年 你roll回到rsp的时候 就会可以 在你的报税表那里 claim一個rsp的deduction 是5万元 例如我收那么多 我roll回那么多 那我变了taxable income 我就变了0 那那一年 都要打税的了 那5万元什么时候打税呢 就是如果 我next year 我那年没有收入的时候 或者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譬如我真的生活费 我要拿一些部分的钱出来 亦用的 那当我拿回2万元 那变成了 那2万元就会 将会成为 你拿那一年的收入 即是当你今年2022年 放下去 你2023年拿回出来的 那会是2023年 那2万元才将会成为你的收入 来打税 哦明白 即是说 你放在RSP那里 那跟着呢 那一年 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tax implication 因为複装了 但是跟着呢 你之后 譬如可能你慢慢撕 每一年拿5千元出来的 那才算 那那5千元 每拿5千元出来呢 就按你那年的tax bracket 来到去交税 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的 没错了 那还有一个好处呢 大家都可能知道 就是在RSP里面 所有的investment的income 就是暂时不需要给税的 until你拿出来的时候 才给税 那所以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 你不会说每一年 就是你有少少的investment income 或者股息那些 那已经一部分被人打了税 然后才可以继续 那你基本上 一个roll over 都可以增长会快些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呢 就是从一个investment的perspective里面 就有一个税务上面的优惠 那很清楚了 那就是说 说了一个就是说 决定拿了过来的时候 会怎样 那第三个最主要大家都问的 那其实是哪个好处呢 究竟是放在香港好处呢 还是拿出来好处呢 或者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个决定呢 那我想如果你 就先都所说了 那只不过就算可以给你 去roll over the RISP那里 其实都是一个deferral 的benefit 那如果可以的 就是在时间arrange到的话 我都是highly recommend 如果可以arrange到 在你到处的时候 之前就已经将那个MPF account 已经close了 而也是要等到你那个笔钱收到了 进了你的bank account 或者收了一张支票 banked into the bank account 然后才到处加拿大 在税务上面就是最好的了 因为你到处成为 加拿大税务居民那一天 如果你已经没有持有 一个MPF的account的话 就可以整笔钱不用打税了 嗯 就好像当于好像上次那样说 就是你原本的savings 你存在那一笔钱 基本上就不需要打税 但是如果你不拿出来 当他给税务 classified 是一个pension income 的话 那变成就要打税 就是那个分水线就是那里了 最好就是避免了 不要给税务 classified 那笔钱是一个pension income 于是乎呢 你就OK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没错了 OK 今天谢谢Goria 她的时间很宝贵 她的客户等着她 所以呢 下次有机会 就再找Goria 上来谈谈不同的话题了 OK 谢谢 谢谢 多谢Goria 拜拜 拜拜 拜拜